大家好 这里是老范奖故事 今天我在上海跟装标伟和Richard一起来聊一下开源相关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装标伟也好Richard也好都有非常丰富的开源社区管理的经验 特别是Richard原来是在台湾政府下属的一个开源办公室去工作 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好奇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也在是由政府再去主导再做开源 台湾应该算是比我们走的稍微早一点点的一个状态 那么你能够跟我讲一下 就是台湾政府一开始是怎么想着要干这个事情的吗 简单说一下 就是最早的时候大概是03-04年的时候 台湾政府有意识到 它在它的ICT产业当中 台湾都做硬件相关的 但是硬件你势必会有操作系统 会有Fernware会有一些各种软件要去使用 而早期的时候那时候Linux刚起来 也就是说九几年起来 到2000年的时候开始微微风潮 所以很多台湾的厂商使用了Linux之后 没有按照GPL按照license的要求 以至于被告 比如说有一家卖盒子的 各位可能听过叫D-Link D-Link它就是全世界第一个 在GPL诉讼败诉的一个企业 它在德国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卖诉了 而且它败诉了之后 它就没有上诉 它就认了 它败诉了之后 它就觉得说好 那我确实了解了这个GPL是有牙齿的 是会咬人的 所以说台湾政府意识到说 我们要帮助厂商在开源方面 要能意识到第一点 它可能有一些产业的风险 第二点是不是能善用开源 所以台湾政府并没有想我要去主导开源 这跟现在中国大陆的政府还不太一样 那再来第二点就是它想的是 那既然开源软件是很重要的 它要进行教育 所以我当时在那个开源办公室 它也有一组叫做高校的生态建设 也就是说我去跑了将近100个台湾高校 去进行布道 所以当年就是我不断的 我每周都去不同学校演讲 然后去教他们说什么是开源 要如何用好开源软件 而最早你看 03-04年那时候连Github都还没有 对吧 所以那时候流行是什么是SourceForge 我想大家都还记得 等于说是SVN的那个时代 所以大概是05-06年 台湾政府开了这个办公室 他就自己做了一套代码托管平台 他的逻辑是什么呢 因为我若用SourceForge 那我们台湾的原代码放在美国的平台 这是不是自有知识产权呢 这个逻辑跟今天大陆的 跟现在倒是一样的 一样真的一样 所以我们决定做一套 属于台湾自己的一个代码托管平台 当时叫Open Foundry 所以一开始确实也是用SVN做的 但是后来大概到0910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Git还有Github 整体这样起来了 所以渐渐渐渐也把它搞成是以Git-based 这样的一个代码托管 不过形势比人强 我们看到台湾的不管是社区 企业等等的 最后就全部都是用Github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平台也渐渐就工程升退 所以在里面其实就有说三个点 第一个是企业如何用好开源 第二个是人才如何在高效培育 第三个就是说代码托管跟科研 当时是有要求科研项目 都要去把它的代码托管在台湾政府那个平台 因为那个科研是台湾政府投钱去做的 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 那么我的理解就是第一件事是要研究 怎么去符合合规性的问题 就是我要去GPL的这种法规 或者说他的这种开源协议 我必须不能再被人告了 不能再去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不是他的厂商自己来做 而是说政府会跑出来 这个也是挺有意思 就是最早的时候 其实台湾那些法务 他对于这个搞不太清楚 其实如果是一个法律系文科出来的背景 他有时候搞不太清楚这个东西 然后与其让各家厂商自己去搞 不如说台湾政府会把一些公共的东西 他觉得说这事情总要一票人 要研究 那就算台湾没有专家 他也得通过这个开源办公室 去培持一些专家 所以说我也有幸成为 当时培持的人当中其中的一位 所以说就把像GPL 当时也是那个办公室 把中文版给翻译出来 包含像是CPL 还有像是这个EPL 是我翻译的 所以当时就是说 我们是在华语世界当中 第一个去把一些东西引进进来的 所以就是觉得厂商可能没有能力 干这个事情 政府要做一些公共建设 然后免费的赋能这些厂商 所以确实我们拿的是政府的薪资 可是是免费给厂商做咨询 所以也同时积累了很多厂商的一些业界的经验 那厂商是就很开心的就用了呢 还是说会有抵触情绪 倒是不会有抵触情绪 免费的嘛 顶多就是你不能 免费就叫no warranty 对吧 就是说我就不负担保责任 我们确实出具的意见 我们会说我们不是律师事务所 我们无法对这个意见 负法律上最终的这个责任 但是呢 当时后来也有一些律师事务所 选择合作 也就是说呢 收钱的 负担保责任的是事务所 那我们就出具一个中立的政府的意见 所以是这样配合起来 那么国内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由政府来主导去做开源 对吧 甚至是说可能写到什么计划或者是什么这样 十四五规划 对 写到这个里面去了 那么跟刚才Richard讲的台湾的情况是有相似的地方吗 大相近平 因为动力不同 中国大陆其实在做开源 其实是受到了威胁 受到了美国的威胁 有一个词叫做开源武器化 开源武器化 怎么个武器化呢 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把它当成武器 美国人 还是美国人把它当成武器了 这件事情最早就是发生在华为 就是华为不但是上了实体清单 而且本来华为安卓用的好好的 但是安卓背后的公司叫谷歌 谷歌它还有一个叫GMS 然后呢 它其实它并不是真的不准你用安卓的那个AOSP 就是安卓Open Source Project 不是不是这个 它不允许你用的是安卓必须要依赖的那个GMS 但那部分并不是开源的 对那不是开源的 但是因为它跟开源是紧密的绑在一起的 OK 就是说本来我们用AOSP 背后的那个GMS是默认选项 那我就用呗 谷歌要收钱 我也给钱 谷歌跟我谈合同 我也跟他谈合同 大家都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开源被武器化了 不是说开源本身变成了武器 而是开源背后依赖的那个GMS变成了武器 然后不允许华为用了 以至于华为最后不得不开始做鸿蒙 这使得整个中国政府会非常的警惕 因为顺着开源往下走 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背后有美国的技术 背后有美国的资本 背后有美国的服务 就像其实之前台湾 为什么要去做一个OpenFoundry 也会觉得 哎呀代码不能够都放在SourceForge 那么中国也会想说 哎呀如果美国哪天不让我们用Github怎么办 那我们是不是也得有个自己的代码托管 如果美国哪天不允许 我们用Linux了怎么办 如果美国哪天不允许 我们用MySQL 用PostgreSQL 不允许我们用Docker 不允许 如果他们都不许了怎么办 因为这些背后的公司 都是美国公司 所以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非常警惕 或者说是有一种风险的这种担忧 所以说哎呀这个 我们不能够全面的受制于人 因为在一些物理上的 比如说芯片 比如说光刻机 像这些物理上的技术 它直接断供就断供了 那么开源会不会断供呢 其实不会啊 我一直判断是开源其实不会断供 但是从国家的层面来说 它想不通你到底会有多少招在后面 因为美国它的法律 是由它的议会 经过参众两院讨论 最后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法案 这个新的法案就有可能禁止你使用 它哪天把法律改了 你怎么办 其实这个东西呢 按照刚才你们两个讲的状态 其实台湾搞开源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 为了更好去卖东西 而咱们呢 基本上就是关起门来撑大王了 没有没有 这个是有区别的 这个是有区别的 就是说中国现在 至少我认识的一些做开源的人 他们并不是说关起门来做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两点 第一就是如果别人把门关了 我们还能活 但是我们绝不希望这个世界有谁关门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如果别人关门 我们能活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全世界是需要开源的 如果有一个国家把门关了 我们有一个好东西 可以给世界另一个选择 对中国希望能够成为另一个选择 就假设美国把门关上了 中国说我这里也有啊 也不错的呀 全世界也能用啊 这个是从中国出发 向全世界贡献开源 是这个目的 我们希望的是 作为中国既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也希望成为全球化持续的贡献者 当这个某一个国家把门关上的时候 我们能够给世界另一个选择 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下一个贡献者 或者说另一个替代品的贡献者 我们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OK 我了解 但是你要了解一个事情 就是包括像安卓这个事情 其实呢 它最后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就是开源的部分 你是不可以被禁止的 依然可以用 包括鸿蒙里面 现在其实依然带安卓的开源部分 但是呢 它的这个币源的部分 就是GMS的部分 你就不可以再合法使用了 就是你带有GMS包的这个安卓手机 或者说华为手机 你就不可以在欧洲 在美国去合法的销售了 他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限制 这个事情本身跟开源 你说有关系吗 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谷歌是安卓系统的核心贡献者 和这个大版本的这种推动者 然后你就说 我跟着你的大版本升级了 然后你所有的这些东西 但是你最后的那些捆绑服务 就是说Google Map Google Gmail 什么Google Play 什么这些东西 我就帮你用了 那么导致你的手机就没法在国外销售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 可能现在能够关起大门来的 其实是我们 对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但是确确实实 我们是可以提供另外一个版本 给别人用的 这个事是OK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开源一个系统 去给别人使用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前面 是要有大量的信任工作去做的 我为什么要使用你的开源系统 那么这个过程 因为开源系统 你再怎么说 它其实是由可能几十万行代码 几百万行代码来组成的 你别人是看不完这些代码的 或者说很多人在用的时候是没法看完这些代码 包括到现在有大量的bug在里面 就是大家没法去完全看了 但是如果特别像美国现在去搞TikTok 去搞什么这样的事情 它把你变成了一个不可信的一个背景 那你的中国的开源可能除了俄罗斯之外 谁敢用 甚至俄罗斯都不敢用 俄罗斯封进了TikTok封进了微信 很正常 其实我们可以回顾开源的另外一段历史 就是当年微软还是开源的敌人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记得那段经历 就是微软其实当年在全球 在推广一个叫FUD的战略 对吧 它向全世界去散播 开源不可靠 落后 有风险 有漏洞 说你真的敢用吗 开源其实挣扎了好多年 前两天我正好在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 当时他在红帽 但是是红帽最惨的时候 就是红帽当时这么小个公司 然后被微软压着打 但是怎么办呢 只能靠一个东西叫日久见人心 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 至少他是把自己所有的源代码 放在光天化日之下的 你但凡有人能看出毛病来 他也抵赖不了 因为代码就在那 但凡所有的开源软件 如果出了安全漏洞 这个安全漏洞也是公开的 这很危险 这很危险 没有没有 这恰恰是他 这恰恰是能够更安全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部分 不不不 这个 这个我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危险 咱们还以安卓为例 安卓呢 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叫升级速度的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安卓说14了 它大概要到一年以后 然后才能把所有安卓设备的60%升级到安卓14 剩下的是安卓13 然后安卓13上面的这些bug是没有人修的 而这些bug已经通过开源的方式给所有全世界的人看了 但是这些可能还是有10亿台手机 是带着这些bug在运转的 那么就专门会有人去开发 针对这些bug的东西去骗钱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 而微软说OK 微软其实它的所有原代码 Windows的原代码 Office的原代码 在中国政府手里是有的 它为了取信中国政府 为了在中国政府 在中国地区销售 它跟中国政府签了一个保密协议 说OK 我每年开发新版本 或者打新补丁的时候 我都把原代码给你 但是你不能拿出去看 对吧 反正你自己看到了 你有问题 你说我给你改 这事没问题 对吧 那它修改了所有的补丁 所有这些东西以后 外边人看不到 哪怕你不升级 别人也不知道 所以我一直觉得 开源在这一点上 在安全性上 其实是有问题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论 就这件事情 在安全圈都争论了很多年 到底是B原的产品更安全 还是开源的产品更安全 吵了无数年了 我只想说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 有一本书叫做 《大教堂与吉时》 是Eric Raymond写的一本 算是在开源领域的 是 然后他其实就提到了 一个叫做眼球定理 就是说 只要有足够多的眼球 去看这些开源的代码 那么 这些代码当中的bug也好 漏洞也好 就能够被尽可能快地修复 相比之下 开源软件能够吸引的眼球 能够看到它代码的人 的数量 是成百倍 甚至千倍的 大于B原软件的 因为B原软件就只有 公司内的那些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的安全性反而会更高 你先别反驳我 我说完 就是哪怕是这个眼球定理 也不是所有人都认 有些人觉得 对很有道理 但也有些人觉得 眼球是不够用的 很多开源软件 其实没那么多人看 它就会出现有安全漏洞 去埋在那 所以这件事情 到了现在 其实我们会发现 它是一个长期的 动态的 必须持续的去做的事情 所以Linux基金会 最近刚刚成立了一个 叫OpenSSF 就是专门去做 开源软件的安全的治理 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事实上 退不回去 就是说 我们现在去看开源软件 全世界所有 几乎所有的软件 商业软件 背后它里面一定有 开源软件的成分 或者是开源组件的成分 这个成分是多少呢 70% 80%甚至90% 都是开源的部分 你已经退不回去了 你不可能说 有一家公司说 我为了安全 我所有的员工召进来 把门一关 把网一断 你只准在公司电脑上写代码 根本不允许用外面的代码 这个做不到了 我们可以 全世界都不可能 任何国家 任何公司都不可能 它一定是 你里面一定包含开源的成分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 你对中国不信任 是一样的 对中国的开源不信任 没问题 你可以不信任 但是全世界 所有的开源都在那 中国的开源也在那 我们可以看它 五年十年 看它这些开源软件 爆出来的安全漏洞 到底它的增长情况 它的密度 它的严重程度 都是可以看的 所谓日久兼人心 说的是这个东西 你的信任 我不需要你一开始有信任 你慢慢来好了 你现在不信任 不要紧 这个不大 问题不大 然后首先你说的 眼球这个理论 它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就是它确实有很多人看 这个我承认 然后它的问题 也会更容易被发现 被修改 对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是一个商业上的事情 从商业上的事情讲 它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修改这个代码 或者说我去调整这个代码 或者看这个代码 能够带来多少经济利益 才能决定 到底有多少人来看 不是说那些用的人少 或者什么 他不挣钱 不挣钱 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研究他 对吧 他会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 就是当我去攻击这些系统的时候 到底可以带来多少收益 就是我们叫中国人叫 不怕贼偷 怕贼惦记着 对吧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当我去攻击这些系统的时候 我可以带来巨大收益的时候 那么开源 其实是带来了额外的风险 和不稳定性 然后第三个是刚才我们讲安卓这个例子 其实像很多的开源圣经 都是对Linux来写的 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它是一个服务器系统 服务器系统 它是由专业人士来维护的 在发现问题以后 可以快速的更新和升级的一个系统 但是当我们把它装到安卓手机上去 特别是很多厂商为了卖新手机 不给旧手机升级的时候 这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 我其实想反驳一点 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我都认 但是为什么安卓现在的市场占有率 已经超过iOS了呢 因为它便宜 问题在这 为什么它会不断的上涨 这个市场占有率呢 其实并没有不断上涨 你看到现在的 就是今年的整个的销量 其实iOS在讲 安卓在讲 不说今年 我就说总趋势 总趋势从安卓出现到现在 大概十几年吧 总的趋势是在涨 对不对 其实不是 安卓之所以在涨 是因为它可以做出叫100美金的手机来 对 然后iOS就是苹果手机 你最便宜的 大概也要300美金 还是299吧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对 你做不出更便宜的手机来了 对 安卓市场就是因为它可以做出100美金手机 这个全是我们中国人很伟大的贡献 对 都是中国人做出来的100美金手机 然后我们占领了印度市场 我们占领了非洲市场 我们占领了中东市场 占领了南美市场 对吧 印度可能是小米天下 欧洲原来华为天下 非洲是叫传印 南美呢是叫TCL 他们把那个黑莓收购了 就是我们占领了全世界的这种市场 而且呢 我们愿意去给这个移动运营商做定制 就是苹果是不理你的 就是你说我是T-Mobile 我是AT&T 然后我想要一个打着T-Mobile标的 一个装着我自己垃圾软件的这个手机 中国人是愿意给他做的 就是安卓占领市场就是这样的方式 但是在现在2022年2023年 就是从去年的年底开始 整个全球经济下行 包括中国经济下行的这个过程中 iOS设备的衰退率是最低的 就是iOS大概只掉了百分之 不到10%大概5%6% 全球的手机就是安卓加iOS加在一起 大概是掉了百分之十几 然后安卓大概是掉了接近20% 我想说的不是一时的胜败 我想说的是最终 安卓的市场占有率 是大于iOS的市场占有率的 哪怕是51比49它也是大于的 我这边也想这个讲一下我的想法 就是刚刚也听两位在说 其实在我心中呢 我觉得开源它是一个软件工程的一种方式 就如何做软件 再来呢操作系统 它本身其实是结合了就是比如说Linux 我取出来它的软件工程做成安卓也好 或者是说iOS其实早期里面有一些BSD等等也好 对吧 就是说操作系统其实是把一个硬件 它的效能也好 它的这个应用也好支撑起来的一个骨干 而硬件本身它是开放式硬件 还是封闭式 例如说iOS就是封闭式硬件 那开放式就有那个 对安卓它就是说让大家都可以去做 所以其实它是三个维度的问题 我的感觉应该就是说从这个硬件的角度 去攻占哪些还有产业的角度 我觉得老范你也讲的没有错 但是呢 我觉得是从开源作为一个软件工程的方法论来讲 那我也能听得懂表伟 毕竟我们也是广泛来讲 我跟表伟比较算是开源人这一派的 可能老范你这边是属于可能更偏的是资本 或者是说商业运作 对所以观点可能略有不同 其实对于我来说呢 开源一直是一种商业模式 跟软件工程有关 但是呢它的核心实际上是一种商业模式 因为从开始的那一天开始 它是有开源协议的 然后它已经规定好了说 你如果要使用开源 你应该遵守哪些规范 你应该付哪些钱 或者哪些事情你可以做 哪些事情你不可以做 这个事情一开始就有 而且现在其实最近有一个特别 特别二的事情 就是媒塔开源 他们的那个大语言模型 那个叫羊驼 对吧对特别好玩 它是用的AGPL3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不希望把它彻底开出去 他说这样啊 你们是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向我申请 我同意了以后呢 然后我再把东西给你 我给你一个下载地址 你拿去用 如果你是一个商业机构 或者什么的话 你就不要来申请 申请我也不会给你的 这是他们想的很好 结果大概到第二天 就被人把BT包扔出来了 所以他其实在做这个过程中 还是希望进行有效的商业控制 作为商业模式去做 只是他玩废了 对吧 像我们以前其实是用过一些 比较有趣的方式 可以把它玩的比较好 像我原来给你讲过 那个安兔兔的故事 对安兔兔是那个 就是手机跑分那个软件 他们里面有一段代码是开源的 但是他的开源方式是什么呢 他就给这些手机芯片厂商 和手机厂商开源 任何人想去加入这个开源的协会 你要交钱 每年几万美金你要交上来 交完了以后 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代码 你开发了高通的新的CPU 英伟达的新的CPU 你必须要在这个开源代码上去测试 而且你们这几个手机厂商 芯片厂商 你们认为这个测试代码 已经没法跑好你的芯片了 数据跑不出来了 你可以改 你提po request 然后我们一起来去处理 处理完了以后 其他的芯片厂商都可以看到这个代码 其实我认为那个也是开源 虽然使用这些代码的人 每年要交几万美金给他 其实我一直对开源的定义 会比较宽泛一些 有人不承认这个是开源 我会把它叫做开放式协作 就是说不同利益的 不同立场的 甚至是不同国家的 不同这种政治取向的一群人 能够以某种开放的形式协作起来 这个其实是开源背后的真的精神 至于他的license 是不是符合OSI的这种认证 这个倒不重要 他可以以一种更加宽松的方式 大家协作起来就可以 这个我是认可的 就包括你看说 安兔兔的这个 我认为他也是开源的一种 是这样的 其实他有点像行业协会这个东西 对 或者叫做开放联盟 开放联盟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一起来维护这个标准 因为他不可能说高通我把代码改了 然后最后 英伟达的芯片在我这跑不出分数来 这个不是胡适吗 他必须要保证说 大家在同一个标准下往前走 而整个这个过程 特别像ARM这种 有IP有什么这样的东西 其实对于整个移动互联网 对于这个是有巨大的帮助的 这里也想补充一下 就是刚刚老范讲到说 开源就是一种商业模式 其实光是这句话本身 最近我们在开源社区当中也是在讨论 就开源到底是不是一个商业模式 那我觉得我先不就此去展开 这都可以做一集节目了 单做一集 对对对 然后我想讲的是AGPL3 OK 其实呢 这个很多人可能听到开源以为说 啊协议那就是开放嘛 其实开源确实有很多 至少这个OSI认证了 有没有100种不知道 反正就大概几十种的一个license 每一种它都有所不同 AGPL3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呢 就是说啊 它去防堵住GPL那种就是什么呢 我如果我今天是个云服务 或者我今天只提供一个接口给你 我没有真的把代码给你的时候 那按GPL规定 你是不能要求我提供原代码 嗯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我用AGPL3 那我去提供这个服务了 你可以跟我要 但是呢 你拿这个代码再去改的东西 别人也可以这样跟你要 而且它的所谓的传染性 或者是说绑定性很强 就是说你今天的系统当中 只要用到一点点 AGPL3的模块 甚至library 你就整个系统都会被变成 都被染上 对 都被传染成 那这个词我答了这个点了 因为我不认为传染这个词很好 但是大家都觉得感同身受 所以呢 很多的商业企业 其实它不敢去拿那个AGPL3 是因为它担心自己的系统 也要被迫按AGPL3再开源出来 所以如果我今天用AGPL3 我同时可以做个commercial license 可以用dual license 就双协议 双协议 所以你不想开源了 你就付我钱 所以AGPL3算是把这个模式 也玩到极致 是这样子的 其实AGPL3算是一些 不得不开源的系统 然后又怕别人拿它去 成为你的竞争对手的人 必须要去做这个 所以这次马斯克扔出来的 推特的原代码也是HPL3 对 就是说你任何人拿了推特的原代码 去做事情了 把原代码交出来 发原代码交出来 其实大家也就是看看就行 就看看就行 对 那不可能真的拿去干啥 是 因为我是昨天爬到它那个仓库上 去看了一眼 然后大概有200多个开放的issue 然后大概有100多个关闭的issue po request大概开放的也是180多个吧 但是今天我没看我昨天看的 关闭的大概也是有200多个 但是它大量被关闭的问题 issue和po request都是什么呢 马斯克你是个邪恶的人 根本没有意义 这个当然我们现在还要看 但是它拿出来的就会丢人 这个是真的 因为上里面有一个函数叫Illen 然后有一个类型叫Illen 然后也先上来发了推文 先看它是不是Illen 不是Illen的话你们可以看到 对我们只能说我们看到了 有很多的人通过兴趣爱好 或者说通过爱吧 然后去支持开源项目 这个是开源事业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商业诉求 但是在整个行业里面流传的 这些传说故事也好 或者说这些英雄故事也好 其实都是成功的商业故事 其实台湾那边有什么 比较大的这种开源系统吗 你刚刚讲我正想讲一个例子 你说流传比较多的都是好的商业故事 大体上我是同意的 但是你又问我说台湾那边有好的开源系统 坦白说呢 在台湾我们做的开源很多的项目 其实是跟公共事务绑定的 所有的公共事务两个字就叫政治 因为台湾的政治是很多元的 跟国内不太一样 那也就是说呢 比如说有个社区叫G0V 对我知道 我知道你想说这个 那G0V这个组织呢 它也不能说组织 它是个非组织 是一个社区 是个松散 它有一个G0V的manifesto 也是有个宣言 然后呢 它利用政府的open data 就开放数据 然后结合各种开源软件 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项目 来去监督政府 它甚至希望自己是个影子政府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把政府的预算拿过来 然后去套说 这个预算其实能够换成多少个 营养午餐免费 可以给到小朋友吃 或者是说呢 我做出了一个这个字典的项目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有一位 也是G0V的这个 算是最早期的联合创成之一 叫叶平 他在美国在谷歌 那他当时就是希望说呢 能够把就是台湾的教育部的国语词典 然后呢 做出一些 因为词典这个东西 好像很固化 但是我们如果想加功能呢 词典也可以加功能 比如说我要加一些 那个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 加一些其他的这些内容 他就把词典先扒下来 就硬扒 扒下来之后呢 去加它的功能 有人去做少数 这个小语种的 或者一些翻译 然后再做成APP 然后上架 不管是IOS 或者是Google 都有办法去用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案例 就是政府做的一个 教育部的网站 其实是Web 1.0时代的 很不好用 界面也很丑 也就是说政府如果发包出来 可能花好几百万 才能做出一个 不如G0V做出来的那个字典 对 所以说其实 G0V就靠着这个社群 社区的力量 然后去把一些项目 一个一个做起来 然后确实也影响到一些台湾社会 所以虽然不赚钱 但是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有公共利益在里面 很好的一些案例 在国内坦白说我没有见到 这种在国内 因为中国公民是没有调查权的 对 这个 这个所以我们不太一样吧 这个事情不太一样 体系不同 各有利弊 各有利弊 对对对 我们不去讨论政治问题 不去讨论政治问题 当然国内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 美国开源软件的贡献者 其实都在国内 对 甚至呢 原来我记得我们在北京开这个 开源的一些活动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些美国的开源组织 雇佣中国人 对 去给他们改bug 去给他们做服务 甚至呢 现在有很多人管这个叫数字游民 对 就是我不一定在哪个地方 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讲 他们准备在宏都拉斯 去搞一个这种数字游民港 有很好的学校 有很好的休闲设施 大家做开源也好 做所有也好 然后就跑到那去搞 然后还很便宜 而且他的签证很方便 因为现在其实中美两边 还是这种不信任 在慢慢的加深 其实刚才你讲到了 有一个词叫开源武器化 比如说他们能不能相信 中国人提交的代码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心的 使用美国人的开源系统 虽然它是开放 对吧 但是它在里面 是不是埋了一些东西 相信就是当代码量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不可能有人把它看完 GPT可能可以 但人没戏 这个我正好可以举个案例 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后 有一个美国人 他在一个叫做Node IPC的一个 JavaScript的一个包 NPM包里面 他就往里面植入了 植入了一段代码 投毒吧 对 投毒 他的投毒 其实就是把那个包 开源武器化了 因为他是定向投毒的 他投向了所有俄罗斯的 IP地址的服务器 只要运行 他就可以去恶意地删除 那台服务器上的文件 那么这个人在社区里 应该到最后的结局 是非常惨 彻底凑掉 而且是全世界 所有的开源人 都会去骂他 虽然他觉得自己很 他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他现在没有法律责任 但是他应该是工作也丢了 然后整个在社区里的 这个名誉也扫地了 而且没有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 敢去找他来做开源 或者找他来做软件 因为这个人不稳定啊 他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就是整个开源社区 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 叫CodeReview 就是大家有事 没事就去看代码 然后就发现了 发现了以后 一开始他还不承认 但是最后大家就围绕代码去聊 然后就说你看你这一行 就是干这个事的 然后就查出来了 那么像这种CodeReview的事情 在社区里 当然你刚才说的也对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 把所有的代码都看一遍 去防止它 但是呢 其实整个社区舆论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武器 发现一起 就把这个人干翻 干死 干到翻不了身 以此来警戒 后面还有人想这么干的 他要想一想 虽然看上去 作为一个美国人 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 我当然要支持乌克兰 我当然要把俄罗斯干掉 但是当他发现 几乎全体的开源人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开源人 都反对他这么干的时候 其实他才知道 他做错了一件事 他能这么干 就意味着 这样的事情 有可能发生在 开源的任何一个领域 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 你既然能够向俄罗斯投赌 那么开源这个世界 全世界都是连通的 你就可以向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组织 以任何一种形式去投赌 这是一个绝不可以助长的风气 一定要把它在最萌芽的时候 给干掉的 后来OSI还发了一篇博客 就专门就是 OSI就是最早定义 open source这个词的组织 OSI就发了一篇博客 专门来批评 按照你刚才讲的这个 相当于是开源界 相当于一种叫君子国 就是大家是 自律 自律组织 那么有些人去打破 这个行业底层逻辑的时候 整个行业就会去抵制它 对 作为比如说中国开源 就是或者说你可能会参与一些政府开源相关的项目 中国政府愿意遵守自律的这些技术吗 有都愿意 非常愿意 OK 那么即使是说 这些东西可能跟我们既有的某些认知 有矛盾的时候 我们也愿意去遵守 当然 这件事情 其实我正好在参与另外一个 现在还没有发 就是开源人自律公约 正在起草 就是要宣称我们要自律 一方面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 一方面我们也不要伤害别人的安全 等等等等 就这样的一个自律公约 了解 这跟开源有关 我觉得我们还是叫台湾地区吧 这个和中国大陆地区 还是有很多的 就是从历史上 为什么会去开源 然后最后开源得到了什么东西 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 我其实有一点蛮好奇的 作为台湾 为什么你们对美国也那么不信任 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今天的话题了 超刚了 超刚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觉得还是可以讲一下 其实台湾是一个意见 还有呢 它的这个观念非常多元的地方 OK 对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同时在YouTube上面看到两个非常极端 完全不同的意见 都同时发生在台湾里面 OK 所以呢 你看到那种可能是非常抵触美国的那意见的人 有可能 我说比例上可能比较大 他可能是属于支持可能国民党 或者甚至支持共产党这样的一群人 那反之如果是比较亲美 亲自这些人 可能比例上比较多是支持民进党之类的这样的人 所以我只能说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在那个环境里 我有非常好的发小 他们一家就是跟着描览 就是家里三代都国民党也有这一种的 那也有是那种非常就是 就是甚至 对权力甚至有日本协同的都有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各种人都输在我们身边 我们并不会因为那个我们的政治立场倾向不一样而绝交 不会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各种的言论 甚至如果你看多一点 演算法也会让你看得更多 所以导致呢 每个人看到YouTube上的台湾人的说法还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刚刚这个问题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不同的人讲而已嘛 对所以我倒觉得只是比例上来讲还每个人感受其实也不太一样 但是民调可以看得出来 OK 了解 那看来是我们可能犯了一个就是符号化的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我们认为台湾人实际上是一个个体 或者说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思想 这个事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有 没有 我们有 没有 这个 大陆有主权率 这个有 对我们一定要 没什么主权率 台湾的主权率靠每一次选举 我觉得开源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特别是因为我上一次跟你聊开源 是我们两个都是在大陆的人 然后可能最多就是你更原教职主一点 我可能更商业一点 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个从台湾过来做的 而且在台湾政府机构给人做开源办公室的人 然后一起来去沟通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会看到开源在海峡两岸 然后遇到了不同的历史 然后有不同的演进 然后最后有不同的结果 当然大陆的开源结果 我觉得还要拭目以待 可能还需要再有个两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才能够开花结果出来 或者说能够看看到底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而且我觉得现在呢 因为国内的其实各种开源协议的遵守还是比较松散 中国政府其实也自己主导了一些开源协议是吧 木兰系列 木兰系列 OK 它跟哪个比较像 跟它有木兰宽松协议跟阿帕奇比较像 还有一个木兰的公共协议跟GPL比较像 没有 但是它这个木兰的这两个协议都已经通过了OSI的认证 也算是正牌的 国际认证 国际认证的开源协议了 OK 所以也算是非常正规的走法 挺好的 再稍微问一个时髦的问题 你们觉得中国大陆 因为现在各大大厂都在做大模型 他们有没有人会选择开源这条路 当然他们可能一开始那个东西都是开源来的 对吧 但是那个最后比如说有没有人会像 比如Stable Diffusion 或者是像这个Meta这样走这条路 我就像苹果和安卓的故事一样 因为已经有了一个苹果 安卓必须得开源 因为已经有了一个OpenAI 那么下一个如果还有谁想做第二名的 你必须开源 如果你还不开源 你连第二名都够不到 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AI的竞争优势 其实跟开源未必有直接关联 而是算力 也就是说谁握游算力 他开不开源还好 只要他的服务质量能力够 然后他的价格也OK 所以我觉得开源在大模型的领域 可能不是一个具有这个就是怎么讲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关键 他可能是个推波助澜 我举个例子 Stable Diffusion 火的钥匙 Mit Journey一上来 对吧 V5马上又风向又倒了 谁会管Mit Journey跟Stable Diffusion 谁是开源谁是必源 或者是说Dali 对吧 一样就是 有区别 我跟你这点观点不同 有区别 就是现在其实很多人对OpenAI有恐惧 为什么恐惧呢 是因为它是一个 吸食所有的对话记录的一个黑洞 因为它是一个黑洞 而且还是一个黑箱 你不知道它能干啥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收集了这么多以后 想干啥 因为它不开源 所以你不知道 这个为什么现在 也不知道 对我知道 开源也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现在美国那边有上千位这种 这种所谓的行业的人士 想要叫他停六个月 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发展速度 以及他这样的一种封闭式的发展 其实是不可控的 除了他公司之外 其他外面的人根本不可控 但是现在假设有一个大模型 他说我是开源开在那的 大家还会不会叫停 我觉得 这个事情这样 就是OpenAI自己也承认说 到GPT2的时候 它还不像个人 然后到GPT3的时候 就是突然就像个人了 然后至于中间发生了什么 到底是怎么发生这件事情 他们就不知道 因为训练的过程实际上是个黑盒子 因为我昨天也碰到一个 在上海这边去训练大模型 自己真的拿模型去训练的人 就是他说最后是怎么达到的这个过程 我不知道 后来我说你能够裁剪这个模型 就是裁剪其中一部分 他说我也没法裁剪 它就是一个黑箱子进来 黑箱子出去 然后当你开源的时候 你开源的是代码 而不是数据 而不是训练结果 只要最后那个数据和训练结果那部分 跟你开不开源是没关系的 最后它最后是怎么变成那样的 为什么变好 为什么变好 竟然谁都不知道 我想说的就是连数据都要开出来 就像现在的那个 没用的 现在Meta的那个不就是有数据也在里面 不是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就是OpenAI用了所有的数据 到GPT2之前都是开源 就是我告诉你我用了什么数据 但是是没有意义 能用同样的数据 你跑不出来 他自己用同样的数据也跑不出来 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变成这个样子 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 就是我刚为什么强调算力 我甚至没讲数据 是因为就算数据全部开出来了 你没有相对应的算力成本 你也训不出那个大模型 你也步不了那个大模型 所以在我看来 就算是数据开源 算法开源 还是只有大公司大机构能够掌握 是 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我去问过那个 就是真正去训练模型的这些人 不是说我们去问他问题 而是真的拿一个系统 然后拿数据去开始去训练 就是每一次训练的成本 都是可能几十万上百万美金 而且是在你有最好的GPU 有相应的机房 有这些设备的时候 可能还需要跑一两周的时间才能跑出来 就这个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 这个事情我觉得开源 对它的帮助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OK 我觉得我们对于开源的话题也聊的蛮多了 现在一个是Meta的开源 一个是Stable Diffusion的开源 我们可以找一些这样的故事来聊一聊 我们就讲OpenAI或者是这个叫AIGC相关的开源 对于我们的生活到底带来哪些改变 我觉得这是可能我们做个预告 然后下次我们就通讯会议 好 对吧 然后我们就找机会再去讲这个故事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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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